嗨,大家好,歡迎回到KUVALEZA,我是Elisa 又到了晚餐時間了 所以今天我們又要來做一個晚餐料理的紀錄 那因為上海這幾天真的變得超冷了 對我來說,我的上海朋友都說 上海的冬天還沒開始呢 但是對我來說就是超冷 你看我在家裡都已經要穿上背心了 那今天晚上的氣溫可能就只有五六度吧 所以我覺得超適合來做 今天的這個料理就當然又是一個暖胃的料理啦 那它算是一個台灣小吃吧 就是在夜市很多地方你都可以買得到 就是麻油雞 那今天我要來做一個麻油雞湯 還有麻油雞麵線 會有乾拌麵線還有麻油雞湯兩個 好,那我們先來看材料 第一個的話呢是這個雞肉 麻油雞其實很簡單 就是麻油雞肉米酒漿就這樣 那我這個雞肉的部分呢 我是選擇雞腿跟純的雞胸肉 那這個雞胸肉是沒有骨頭的 就是完全是純的雞胸肉 那因為我們家老外他不喜歡吃要剃骨頭的東西 所以雞腿已經算是勉強的一個範圍內了 那如果你平常在家裡做的話呢 可以選擇半雞或全雞做塊的那種來做 那我其實有時候風味會更足 OK 那當然啦就是薑 OK一大塊的薑 好然後呢重要就是麻油 那我這邊它這是寫純芝麻油啦 但是就是如果你能買到好一點的那種純芝麻油的話 那就可以選用好一點的 然後當然還有米酒 那米酒的部分呢 那我試過用這邊的料酒 就是蔥薑料酒那種 可是我覺得味道還是不對 所以呢 建議的話盡量能找到米 就是米釀的酒會好一點 但不要有甜味的喔 這個是蒸餾酒 好那乾拌麵線的部分呢 也是超級簡單的 就是你要買一個好吃的 有Q度一點的麵線 第二個的話呢就是這個 我是用鵝油蔥 可能會有些人麵線是比較重口味 就是有醬油那些 但是我通常就是鵝油 然後最後淋上一點我們煮的那個麻油雞湯的汁 就超好吃的 這個是可能是因為我之前在那個板橋南亞夜市那邊 有一家很有名的麻油雞的攤位 如果你是板橋人的話你一定會知道 因為每一次都大排長龍 那它的麻油雞麵線呢就是那種 就是純油蔥去拌的 所以我可能也是吃習慣了吧 就很想念那個味道 OK那我們就開始做吧 好 所以准备工作非常简单 就只要把姜切好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进锅里去煮 这里有一个重点就是你的麻油不要让它油温太高 姜下去爆香的时候容易出苦味 所以要记得要控制好它的温度 那今天的话我会直接在铸铁锅里面完成 因为这样就很方便 铸铁锅它可以不但在里面炒 炒完之后可以直接炖煮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这边开中小火稍微有点温热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姜放下去 慢慢的把它煸香 要注意如果冒烟的话那就是油温太高了 吃着加米酒的部分 因为我不太能喝酒 所以呢我就是加半杯而已 当然这个看个人如果你喜欢 就可以多加一点 那基本上就是炝锅之后 让它酒精稍微挥发一下 就可以加水进来炖煮了 炖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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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面炒�를中炒 6个烤肉 2个烤肉 4个烤肉 5个烤肉 炒烤肉 1个烤肉 中文字幕清酒 卡ábly OK 那這個熱騰騰的乾拌麻油麵線 還有我們的麻油雞湯就這樣完成了 超適合在這種很冷的天氣裡面吃的 那這是杜先生第一次吃麻油雞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會不會喜歡 希望是可以過關的囉 如果你都看到這裡的 就給我一點鼓勵點個讚吧 或是訂閱頻道 那我們下次見囉 Bye